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手亮哥 北京时间11月13日,2022年 短道树华四大洲锦标赛 第三个比赛日已经结束了较量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男者五千米接力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就是我们中国队 保安长安比赛 中国队的最大金融对手 就是北京冬奥会该项目的金牌得主 加拿大队 保安长安比赛 中国队经验了全场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方面 保安长安比赛 分别派出了 而钟宇成、顺家华、李昆、刘冠亦这四人出战 此的一次赛前刘冠亦还发着39.5度的高烧 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 刘冠亦并没有放弃 而是选择继续参赛 比赛开头 加拿大队起跑非常不错 出来领先的寒脸中 而钟宇成起跑就会稍微逊舍一些 出来落后的位置 才滑出没多久 加拿大处在第一位 而钟宇成只处在最后一名的位置 完成第一次交接的时候 加拿大处在第一的位置 而中国队处在最后一位 当比赛还剩下36圈的时候 日本队反超了韩国队冲到了第二位 而加拿大和中国队继续封出首位和最后一位 当比赛还剩下28圈的时候 日本队奉力从外道逆转了加拿大冲到了第一的位置 而中国队依旧还是处在最后一位 接近三代日本队处在领华的位置 当比赛还剩下23圈的时候 只见韩国队加速从外道逆转的其他选手冲到了第一的位置 而加拿大和中国队处在倒数两位 当比赛还剩下22圈的时候 加拿大从内道强行超车冲到了第一位 不过这个时候和韩国选手发生了捧撞 二者直接飞了出去 这个时候只见中国队奉力逆转了日本队 冲到了第一的位置 或许是件机会来了 只见中国队开始爆发奉力加速 直接甩开了日本队 只见中国队每一半交接都非常顺畅地完成 而日本队一下子就被中国队甩开了 跌下来中国队越滑越快 甚至在后面直接套圈了加拿大队 最终中国队甩开日本队实名远 以6分54秒766的成绩无需宁夺贯 而加拿大被判犯规成绩被取消 而日本队和韩国队分获二三名 而这枚宝贵的金牌 也是中国队在本次锦标赛 夺得的唯一一枚金牌 从最后一名到第一名 中国队上演了精彩的逆袭 只能说中国队这四位非能 个个都是好样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下底遇这次 由我大手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